全球突变 每个国家需要选择历史人物进行对决 可华夏上下五千年历史 几乎一夜消失 在帝王对决中 放着千古一帝嬴政不选 选北宋之士宋徽宗 自然是惨败收场 国土面积各让得比隔壁樱花还惨 而你作为唯一一个基的华夏历史之人 在最后一场生死擂台上 屡战屡胜 逼得樱花拾出底牌 左左目笑四郎 可你早已决定要一波解决对手 放着连胜的赵云不用 召唤出三国第一猛将 吕奉仙 此时左左目被方天画戟指着鼻子 羞愤难当 你可知道我是谁 强如海神波赛东 也被我五马分尸 今日就让你见识见识 见到的真正奥义 话音一落 左左目猛地往前一踏 使出斩杀波赛东的神迹 双眼斩虎万箭缭乱 这一刻 观战的樱花民众们兴奋了 他们已经能预感到 吕奉被五马分尸的惨状 哼哼一声 鲜血在空中飘洒 一个头颅也随之掉落在地 仔细一看 竟是左左目笑次郎的手机 而吕奉依旧一副 轻描淡血的样子 站在原地 春风吹战鼓雷 三国吕奉怕过谁 一句句慷慨激昂的弹幕 布满直播界面上 华夏高层更是热泪银筐 吕奉 我想当你的赤兔 不 吕奉 我想当你的义父 在一阵阵欢呼中 樱花老头再也忍不了了 掏出一张特殊卡牌 强制国战 也就是帝王对决 此卡一出 对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发起方还能获得属性加成 没等华夏这边反应过来 樱花老头直接亮出 几方出战人员 第六天魔 知田信长 在往日战斗中 但凡樱花人使用这张卡 基本都是一面倒的吐杀 这一刻 樱花民众沸腾了 统统提前开香槟庆祝 要知道知田信长 可是国战第一 目前没输过 而你望着眼前的三张卡牌 银正 成吉思汗 还有李世民 想都没想 直接选择了银正 很快 国战正式开始 当知田信长 带着十万大军 浩浩荡荡来袭时 只见前方浓烟滚滚 六十万秦家军 已然蓄势待发 而站在最前方的 正是秦始皇 银正 左白起 右王剑 此等阵容 令樱花老头都蒙圈了 怎么回事 华夏历史上 打仗从没超过数万人 怎么可能会有如此规模军队 还没等他多想 知田信长已经被白起带着军队 彻底碾压了过去 简直就是单方面的屠杀 根本无需使皇帝出手 最后所谓的第六天魔知田信长 更是被白起抓着一领怒吼道 快说 你们的主力在哪 抵御二十万的杖 陛下是不会派我出手的 这一幕 看得华夏所有人都惊呆了 咱们历史上有这么牛逼的人吗 仅一个大将 就把对方最强帝王给干了 这时冰冷的机械声音响起 强制国战失败者 灭国 自此 地球上再无樱花一国 土地全部归属华夏 然而世界各国注意到这一情景 不给你们反应时间 让泡菜国使用强制决斗卡 对华夏发起了文战 你们不是武力很强吗 那我们偏偏不打架 搞制斗 很快泡菜国派出历史学家 朴不成前来选人 随着金光一闪 泡菜国派出了一位 你做梦都没想到的人 竟然是孔子 他妈的 孔子不是华夏人吗 紧接着你看了下 自己手上的卡牌 诸葛亮 老子 硅谷子 司马仪 郭家 卧槽 全部都是SSR 想输都难啊